如果说欧元升值太快的话 那么经济可能会面临增长乏力的压力 非常感谢您能加入Douglas Pay电视 很荣幸能够与您对话 上一周对于各个央行来说是重要的一周 这一周还将会继续 今早首先我们看到了澳大利亚央行 选择的将利率保持在了1.5%的历史低点不变 你怎么看呢 你认为这对于澳大利亚整体的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都认为利率将会被保持在1.5% 几乎没有人认为利率会上涨 人们期待澳洲央行会议声明会相对强硬 这是因为在上周 我们听到了来自于英国央行以及欧洲央行的声明 我们听到了来自卡尼·德拉吉的演讲 从目前的经济来看 我们看到工资出现了温和的增长 除此之外 家庭的债务一直在上升当中 实际上超过了工资增长 于是市场便开始预期 澳洲央行将会表现出鹰派的立场 这似乎有些牵强 因为在家庭债务走高的情况下 加息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国内消费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澳元将会走强 这是你必须要考虑到的 所以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过去的几天里 澳元已经升值了 在此基础上市场期待能够看到更多的鹰派立场 澳大利亚经济十分的依赖贸易 一旦澳元升值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就像我们看到的 澳洲央行应该会继续保持你们熟悉的言语 例如澳元会升值 我认为除非澳洲央行真的发表了鹰派言论 否则我不相信 在家庭债务走高的情况下 澳洲央行会选择鹰派立场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全球经济得到了改善 中国的经济数据相对积极 市场并没有因此做出回应 我对此有些惊讶 因为中国的预期已经变得相对乐观 但是直到澳大利亚国内的经济问题 得到改善之前 我不认为澳洲央行会改变现有的政策 本周晚些时候 它将会公布贸易数据 可能会给澳元带来新一轮的上涨 站在经济的角度 澳大利亚央行可能会试图将澳元进行下调 可能在未来几天看到 但是在近期我不认为政策会有所变化 前面你提到了欧洲央行和德拉吉 上周对于欧洲央行来说很重要 本周我们有哪些可以期待的呢 我的意思是德拉吉出乎了市场的意料 他在上周发表的有关经济的言论 相对的来说是比较积极的 但是直到现在 他的焦点都集中在通胀方面 但是在上周的评论里 他几乎没有提及通胀疲软的问题 表明了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通胀会有所增长 同样也表明了欧洲央行 已经开始考虑改变货币政策 市场已经谈论了一段时间了 至少关于资产购买计划的缩减 已经谈论了一段时间了 央行会取消负利率吗 可能并不会 但是我认为第一步是收缩购买计划 然后观察市场的回应 但是有意思的就是 欧洲央行与澳洲存在着类似的困境 因为欧元区经济复苏 也是以贸易为基础的 所以如果欧元升至太快 那么经济可能会面临增长乏力的压力 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肯定会有更多的鹰派 我不认为德拉吉会突然改变立场 他知道应该怎么做 因为经济体现了更加鹰派的立场 所以让我们将现有的货币政策 与历史的数据相比较的话 是十分的宽松的 所以预计会出现紧缩 但是这是正常化 并不是紧缩 我们不能说利率将会快速的上涨 它们应该会比美联储 过去几年的立场 更加的温和一些 但是经济数据已经相当的不错了 即使在本周早些时候公布的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同样也是十分的稳定的 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应该不会出现意外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尝试通过紧缩 来测试一下市场 最后让我们从欧洲转移到美国 本周晚些时候 将会公布美联储会议纪要 您认为这会对美元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以及在长期和中期 会对美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美元在上周受到了冲击 价格下跌 我认为市场总是过度的抛售美元 尤其是对于美元欧元 美元英镑等货币队来说 但是我不认为美联储会议纪要 会给市场带来太多的新的消息 真正应该关注的 是在这一次的会议纪要当中 关于资产负债表的出售 有没有更为明确的时间表 所以他们应该不会给出太多的信息 那么美元会出现快速的反弹吗 不会 至少不会因为美联储会议 我认为本周更重要的是数据 我们看到制造业PMI相当的稳定 将会在周四公布的服务业PMI更为重要 该数据会在会议纪要之前公布 显然还有非农就业和工资增长数据 会议纪要不会产生太多的变化 我们看到了对经济的预测 与上个季度相比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如果出现了过于温和 或者是强劲的立场都是不正常的 都会让市场措手不及 耶伦对通胀既出现过温和的态度 也出现过强硬的态度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星期 数据要比会议纪要起到更多的推动作用 好的 非常感谢你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见解 谢谢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陆高斯贝电视 TV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